我是陳芷晴,英文名是Cherry,今年十四歲,我三歲的時候開始接觸,流冰,然後九歲就入了香港花樣滑冰代表隊,現在在香港體育學院的兼職運動員。 我希望遲些可以代表香港參加更多大型的賽事,例如士大洲、世青、東澳這些比賽。 當我三歲的時候,我就經過流冰場,看到有些姐姐在裡面流冰,我就被他們的流冰鞋吸引了,我覺得這把刀很特別。 然後我就問媽媽可不可以學流冰,就開始了第一課。 我現在就一個星期流七日,每一次大概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。 第一次穿這雙鞋,初初有些很難的平衡,但在地面試多幾次,就開始可以站得穩。 然後再練習多幾次之後,就開始可以離開扶手,然後慢慢走出中間,就可以很自然地在這裡流冰。 有時候,如果我練習的動作,一定會有很多次的失敗。 可能會跌,或者擺不到。 但是每一個動作,就算我跳不到,我都會繼續努力。 東澳,我在2018年的時候有看的。 第二次穿這雙鞋,由俄羅斯奏。 那我最難忘的一個選手,我覺得是俄羅斯的Alina。 因為她參賽的時候只是15歲,剛剛去年多參賽。 但是她整個表演都很流暢,然後她的演繹又做得很好, 所有動作都完成得很完美。 年紀這麼小,就拿到東澳的冠冠,我覺得很厲害。 我希望可以像她那樣,參加到東澳,或者其他不同的比賽。 希望自己可以不斷進步,然後實力可以像她那樣拿獎。 我知道東澳是花樣滑冰裡面一個最大型的比賽。 我也知道有很多世界各地的選手都一定會參加。 我相信2022年的北京東澳一定會有一場很激烈的戰爭。 如果我有機會去到現場看的話,一定會看。 就算沒有,我都會透過網上的平台看。 所以我很期待。 我希望2022年的北京東澳可以順利舉行。 所有的選手都可以發揮她們最好的水準。 所以我會再見到那。 steady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